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长久的陪伴中究竟是什么在维系着婚姻 节目中有这样一幕 无精贡献的表情包猛难娇羞蒙翻了一众网友 而让他有如此举动的原因 竟然是看到和尤军夫妇与中共散 被小情侣间甜腻的小浪漫激发了少女心 其实人到中年身上的多种角色 总是让自己无法放松下来 有些的精力分散到太多的人和世上 有时却恰恰忽略了自己的枕边人 节目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三对夫妻中结婚时间最短的和尤军夫妇 两人间的甜蜜小互动很多 老公和尤军更是随时随地变身人形挂件 难怪两人的日常互动 让硬汉无精看到都害羞地只跳脚 很多中年夫妻感觉彼此太熟悉了 对方就像是自己的左右手 相处的时间越长 越感觉吸引力在减少 夫妻间对另一半保持异性吸引力 是很重要的 其实别看吴京不好意思看人家小两口 自己填起来也是毫不逊色 带媳妇去于谦夫妇家蹭饭 因为谢南平时吃得很少 为了让他多吃几口饭 吴京使出浑身解数 像哄小孩似的 一点也不担心旁人的眼光 谢南在家认真工作时 吴京也在一旁直愣愣地盯着媳妇 光看不够 还要给媳妇拍照 拍完后自己欣赏着 很美 虽然两人已经结婚近七年 但谢南依然是 五金心中的那个小仙女 夫妻间这种不经意间的互动 也很让人心动 可以很容易感觉到 他们之间很强的吸引力 完全不亚于热恋的情侣 成果说 浪漫不是虚伪 乌托邦是罕见的美丽崇高 甚至神圣的情感 浪漫不是年轻人的专属 而是爱人之间的悸动 中年夫妻的婚姻 也许早已是细水长流 但在其中 接起一些小水花 也是不错的选择 感情中花点心思 是保持新鲜感的小妙招 心动次数的增加 不仅会让魅力值提升 也会让彼此的感情更浓 就像节目中说的那样 千万次忘你 千万次欣喜 节目一开始 千嫂的一句话 很值得大家回味 因为它现在是 全国人民的于谦 它不是我家里边的于谦了 这让我想起 曾看到的那句 经典的电影台词 它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它是做的 想来的确 那个大家熟知的 站在舞台桌子后面 愁烟喝酒烫头的于谦 她还是一个家里的丈夫 孩子的父亲 可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 于谦常年在外跑演出 而能让于谦 如此安心的原因 就是千嫂 给了她十足的安全感 于谦知道 不管她去哪里 总有人在等她回家 同样出了名的玩主 千大爷也意识到 彼此间的安全感 是感情中 必不可少的底气 经常在外跑工作 或总是约上 三五好友的她 也想多陪陪自家媳妇 想通过这次参加节目 两人的朝夕相处 把这种安全感 巩固起来 就像于谦在节目 开篇说的那样 二人世界这种安静 这种独处 这种默契感 再找回来一点 而谦嫂也说 婚龄二十年的她们 也想做个总结 总结之后 继续前行 相爱容易 相守难 夫妻之间 也许给对方 一时的安全感 并不难 难的是 长久以来的默契 让彼此都能处于 最舒适的状态 很多时候 中年夫妻相处久了 感觉 爱情变成了亲情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往往是因为 彼此爱得更深了 节目中有这样一幕 让我看到了 周年夫妻间 强大的默契 何游君夫妇 来吴京夫妇家里做客 可能是想让这对 年轻的小夫妻放松 吴京在晚饭时 讲了很多 年轻时的趣事 何游君夫妇离开后 谢南看了看老公吴京 没有问 也没有说话 很自然地走到厨房 帮吴京下了一碗面 吴京也很自然地端过面 大口吃了起来 这一幕 相信很多中年夫妻 都深有体会 这不就是 应酬结束的老公 最想吃上一口的 就是家里老婆煮得 热腾腾的面呀 夫妻间的安全感 让婚姻有了温度 扭头看到你 就觉得幸福 和你在一起 能放下防备 有人说 安全感是尘埃落定的安稳 是不离不弃的笃信 无法心安 才会不断试探 踏实心安 就会坚定同行 而婚姻的这层保护色 也是恩爱多年的秘诀 就像于谦夫妇 加盟节目时 说的那样 如果累了就回头 我陪你隐居山林 节目中 三位妻子小聚 妻子西梦瑶提出的 一个观点 获得不少网友的点赞 她和老公何游君 在感情中 比较喜欢两个字 直接 也就是 有话要直接说出来 真实地表达 自己的情感 的确 在节目中 两人会经常互说 我爱你 或是给对方 一个爱的抱抱 反观另外两对夫妇的表达 就相对含蓄很多 尤其是于谦夫妇 谦歌谦嫂外出游玩时 想牵手的谦嫂 让网友直呼心疼 在弹幕直喊 千娜也可长点心吧 原来 两人出门溜达 于谦几次动作 似要牵手 结果却不是 千嫂没说 但感觉 还是微微失落 小步跟上于谦 好在最后快回去时 千嫂说脚下的情台 真挺滑的 没想到 一路不解风情的 于谦立刻回身 伸手去拉媳妇 终于 千手成功 其实 于谦对自家媳妇很好 承包了家里的一日三餐 顿顿都做好吃的 给千嫂 是名副其实的 厨房小快手 千嫂有时也想减减肥 可于谦总说 不再这一顿 这不 千嫂想吃 葱爆羊肉了 只需要点菜 于谦二话不说 麻利的 撒淀粉 调味 备料 下锅爆炒 就做好了 知道自家的媳妇 蛋白质总是偏低 还特意多放了羊肉 其实这就是 很多中年夫妻 婚姻的真实写照 已经深爱入骨 举手投足间 都是满意的爱 却还是羞于 直接表达 但很多时候 往往只有真正说出来 对方才会更懂你的心意 让伴侣知道 自己正被爱着 是中年夫妻间 很重要的情感交互 节目中 三对夫妇 在一起吃火锅时 妻子西梦瑶说 自己的双下巴 说她应该少吃一点 老公何佑君 当着大家的面 直接说 她这么漂亮 不需要 给大家吃了一大把狗粮 千嫂接着说 让千哥也学着点 宇谦说 你也不需要 千嫂顿时娇羞地笑了 相处久了的父亲 不是不爱了 只是不知道 该怎么开口 有人说 伴侣之间 就是要说出来 自己心里想的 要让对方知道 而不是让对方猜 勇敢尝试 尽情表达 让两个人间的爱情 流动起来 也许会有 意想不到的欢喜 也会收获 更甜蜜的感情 人到中年 真正维系婚姻的 不是爱情 不是家庭 而是长久以来 敢把后背 留给对方的安全感 是生活中 让彼此感情保鲜的 小心动 是更直接地表达爱 心与心 越来越贴近 伊萨克福斯基说 爱情 这不是一颗心 去敲打另一颗心 而是两颗心 共同撞击的火花 爱是经历 是体验 更是美好的修行 点亮再看 愿你我 都能和心爱的人 忽而挤春秋 携手 共白头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文章 跟我们留言互动啊